新北市三重又惊传枪响 有一名传播小姐也说客人对她毛手毛脚的还呼她巴掌 于是她的丈夫很生气直到直奔现场 对方竟然直接拿出了空气枪开枪威吓 传播小姐的丈夫一行人被打到鼻青脸肿 警方赶到现场追查 法室案的七个人逮捕到案 并且依照妨碍秩序最嫌移送法版 身穿灰色紧身上衣留着长马尾的女子 被两名猿警戴上警车 她是一名传播小姐 因为卷入一起枪击斗犯案件被带回警局 深夜街头一群人在路边大打出手 整个过程都被监视器给录下 警方货报道场压制歹人 整起事件就发生在19号凌晨4点多 新北市三重一间茶行 当时一名无姓酒客和朋友 招来代姓传播小姐一起喝酒聊天 过程中酒客触摸到传播小姐身体 小姐气得直问对方 却被她呼了个巴掌 让她气得向先生诉苦 果然先生就撂人跑到茶行 但无姓酒客又够嚣张 竟然拿出道具枪对空鸣枪 六个人还直接冲上前围毕对方 遭多人围毕 挂不敌壮 随即逃离现场 前段我们调查以后 以妨碍之息罪嫌 来移送新北地检征班 传播小姐上班 遇到酒客毛手毛脚 丈夫登门户漆 却反倒被打得鼻青脸肿 现在动手的两派人马 全进了警局 要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负起责任 这里要请许秋名新美市报道 在北京 山西就阳 松红